第七題 賽道上有 甲乙丙 從一定的速度出發 乙車比丙車晚了5分鐘出發 結果出發20分鐘後 去追到丙車 再來甲車比乙車晚10分鐘出發 出發50分鐘之後追到丙車 那甲車在出發幾分鐘之後追到乙車 這種題目對 一般的 比較少接觸到的你們來說 他會很亂 因為 出發晚幾分鐘沒有一個概念所以 你先看紅色的 我說我假設他們都是8點出發 不是他們的 就是假設8點開始 那丙呢是最先出發的 丙是8點出發 已晚了5分鐘所以他是8點5分出發 再來假 好先看這一句話再來 那 出發20分鐘之後 已追到丙 所以出發20分鐘之後追到丙 所以他們是在8點25分相遇的 好這是第1個觀念第2個 假又比乙晚了10分鐘出發 所以 假 比乙晚10分鐘出發 應該是8點15分出發 那出發50分鐘之後呢會追到丙車 會追到 丙車 所以假跟丙其實是在 9點05分的時候相遇的 好 紅色的概念你先知道之後來看藍色 那 我知道他們8點25分相遇 所以表示 已走了20分鐘的距離 其實就是丙走25分鐘的距離 所以這句話我就可以寫 已的速度 比上丙的速度 時間走越短表示他速度越快嘛 那其實是乘反比 兩個人的速度叫做25比20 所以會叫做5比4 OK 所以會叫做5比4 如果今天是看 甲走50分的距離等於丙走65分的距離 那甲數 比上我的丙數 比上我的丙數 甲比丙 甲比丙會等於65 比上 50 OK 好65比50 所以答案應該叫做13 比 10 再來我把甲乙丙 連 連比連起來 這是甲 乙 丙 然後呢 13 甲比丙是13比10 乙比丙叫做5比4 所以一連比之後會叫做26 比上20 比上 那對不起不是20 26 比上25 比上 20 OK 這是三個人的數不比 再來 我覺得 我覺得 更有技巧的是在最後 他說 甲車在出發幾分鐘之後會追到丙車 所以你現在的觀念全部都看甲和乙 剛念錯 甲出發幾分鐘會追到乙車我們先看甲和乙 其實甲跟你一開始就跟你講了甲和乙其實相差了幾分鐘 10分鐘 10分鐘嘛 那我知道乙一分鐘可以走25份 甲一分鐘可以走26份 所以對乙來說 對乙來說 他已經偷跑 他已經偷跑了10分鐘了 所以他已經先跑在前面250份了 然後250份呢 去除上 我知道乙 Sorry 250份 所以250份去除上 甲和乙一分鐘會差幾份 甲一分鐘會追他一份嘛 所以叫做26 減掉25 所以 250份 然後一分鐘會追一份 所以他要多久後才會追上了 250分鐘之後 OK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250份